每晚一卷书,ID,JXR 9896,把时间和感情花在对的人身上,才有意义,古迅,话要和明白人说来自洞见,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犯以下三个错误,一来,骗糊涂人,说了明白话,二来,试图和不靠谱的人做正经事,三来,和无情的人,谈起了感情,讲起了交情,不知你有没有犯过, 但其实,老祖宗早已提醒过我们,为人处事,自己心里要临得情,无论说话,左事,还是与人交往,都要选定合适的对象,采取合适的方式,话,要和明白人说,是,要与他事人做,情,要同厚到人谈,另一话,要和明白人说,老话说,您跟明白人打一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对明白人,只要你并无快心,你的话也的确在理,那么,说什么话都没有关系,甚至怎么说也没有关系,对糊涂人,则不同,从前,有假,一二人闲聊,假说了一句,四七二十七,以则大声反驳假说,四七二十八,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四七二十七, 一句里更加坚持原则,明明是四七二十八,你怎么胡搅蛮缠,争论来争论去,双方动起了手,仍没有结果,假,尹二人来到大藏至上诉诸法律,现官问清袁勇后,命令牙医将一通打,五十大板,现官问你,你敢到冤去吗,以大诉冤去,明明是我有理, 我说的对,老爷怎么还要打我,现官则说,一个连四七二十八都不知道的人,你却当做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与之大大出手,并且诉诸公堂,我看,你还不如这样一个人,所以要打你,糊涂的人,其标志之一,就是对人间事理几乎一窍不通,糊涂人听不明白你说的事理,你白飞蠢蛇许久,对方还是一头雾水, 甚至认为你在胡说八道,所以,话要和明白人说,不要与糊涂人争辩,因为一争辩,你就输了,输给了自己,零二是,要与他事个人做,老妈总说,认认真真做人,他踏实实做事,他是,是正经做事的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幸福的人,不能共事,因为他很难真正用心投入事情,很难有端正的做事态度, 浮躁的人,不能共事,因为他心气不平,或会急于求成,或会急于名利 格言连币中说,小人处事,余力和者为利,余力被者为害,小人做事,你与他利益相合,他便和你共同谋利,一旦事情违背他的利益,他便会反过头来损害你 所以,贪力的人,也不能共事,因为,你们很可能会在利益上发生冲突 一旦有利益纠纷,便会一派而散,前功尽弃 轻浮,浮躁,贪力,贪明等等,都是你辨别一个人是否踏实的重要意志 曾国班用人,便非常注重他事,他对文职官员的几个标准中,有一条是没有关系 所谓官僚器,无非是人黄,心巧多,投机取巧 在对五职官员的标准中,其中有两条是不极名利,难受辛苦 曾国班喜欢拥有香气的人,这些人他事可靠,做事他事,做人可靠 第三情,要统厚到人谈,讲交情,谈感情,最怕遇到两种人 一是薄情广义的人,二是贤术不正的人 薄情广义的人,心中没有感情这回事 贤术不正的人,则会利用你的情,无论是男女之间的谈感情 还是与任何人的讲交情,都需要先辨别出 这个人是否是个厚道人,诸葛亮精彩绝艳 且为人正直厚道,于是留下了刘备白帝成脱姑的感人故事 诸葛亮对待上级忠心耿耿,一手出诗表,感人肺腑 其实,诸葛亮对待感情也十分负责 当时有人做打游学笑话诸葛亮 说,莫作孔明财妇女,正在哀成丑女 因为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是个脸黑貌丑的女子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诸葛亮和黄月英的婚事其实 是由她的岳父黄成衍新自作媒的 黄成衍欣赏诸葛亮的才华与原品 于是破绰世俗观念,自己找到诸葛亮门上 问,听说你正在选媳妇,我有丑女,黄头发,黑皮肤,想嫁给你,你同一步 诸葛亮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了 黄成衍敲罗打鼓放鞭炮,亲自把女儿送到楼中 能让一个父亲不顾已俗,亲自上门嫁女的人 必定是个厚道之人 黄成衍没有看错 在那个男人普遍散戏四泻风流成性的年代 诸葛亮却一生只来一个人,仪式忠贞于黄却英 两人情色和名,相扶相持 厚道的人,心中有情,品性正直,心地良善 重情重义,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你拿真心去相交 去建立交情,或是友情,甚至爱情 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做人做事 自己心中要明白敞亮 在说话时,对不同的说话对象,要由不同的说话知道 对明白人,大可说明白话 对糊涂人,还是少说为妙 选择共事的人时,要尽量找询他是可靠的人 不要中途才悔不当初 在进入爱情时,要看清对方是否善良厚道 不要成为渣男或渣女收割机 在与人交往时,要认清对方是否正直宽厚 不要太过轻易的认定,这是一位值得深交的朋友 记住,把时间和感情花在对的人身上,才有意义 共年,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